We are football 奥迪全公 不得不赞我旁边这位精灵活配的拍档 在澳洲球里的贴士在上星期又在下一城 因为好像如有神座一般 竟贴了威廉顿凤凰能够击败墨尔本胜利 还要大炒那只都吓死人 5比0还想怎样 所以希望我们这一队的成绩将会越来越好 当然也要看看上星期最新形势是怎样 其实都战程紧臭 当然莫尔本雄心3比1击败扭卡数分射机 成功反抵都是吓死人 而威廉顿凤凰刚才提过 5比0大炒莫尔本胜利 又是吓了一跳 还有一场就是说亚德奈德联1比0 表胜西榴 令很多西榴的粉丝开始想一想 究竟他们是否这么稳固 上星期的盘路上 3个上盘就是2个下盘 入球大赛上面 入球赛继续当道 是的 我们再来看看 澳洲职业联赛的职分榜 第一名就是布里斯坦斯敲架 差1分 第二名差5分的就是西式利罗朗朗姐 26分 第三名就是24分的中岡水智 就是差2分 当然绑尾要留意一下就是说盟友本洪森 15场球里面最终能够成功开齋 结果拿8分 但是距离威廉及凤凰 都还有9分 但是这样 其实他们要差6位 认识仍然很紧臭 看到其实猴斯金斯尚人有入球 令到他在射手榜上 已经和杜罗老师看齊了 一样有7球入球 差1球 即是6球 就有亚当泰加特特贝利沙 如果看到有4球 还有哪3球呢 当然有菲拉娜 艾奇汤森 以及迪斯普道 5球都不少 所以斜手榜上形勢都相当紧臭 和激烈 刚才提过 有一支球队客死人 麦尔本洪森 最终能够成功破弹 就是他们能够取得第一场赢球 但是有个副作用 副作用是如何呢 原来是哪一队输球的架头就要被炒了 哎呀 你一定是在说俄罗卡数噴射击 其实现在有一个 就是暂代的一个领队 就是阿辛莉 其实都不错的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因为其实现在他在榜上排第7 但是他的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在季尾的时候 都可以继续到第6 这个就是他想做的 但是其实他也有说 他不会把东西大改革 但是他只会把东西微调 还有将他的部署可以一场一场 让大家可以容易一些习惯 那就不用想一个很大的目标 但是每一次只不可以一场一场对待 我觉得其实这个想法都不错 没错 当然见到楼卡数噴射击的老牌 教头 混蛋糕就不好意思了 因为上场球 就是输入球之后被炒 刚才说的新来 就是取而代之 但是另一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 猛料球员强势加盟 就是汤洛迪 大家记得 就是中黄水手的十号仔 而以前泰国 就是澳洲的小型球代表队 也都成为了 叫做U21的国家队成员 想着就有前途一片光明 但是接着就去了西路迪 不过就没有机会出场 为了要争取世界杯大军名单之内 所以现在就回炒澳席 加盟就是墨尔本胜利 外借回来说 希望多些上阵的机会 令到他可以成为澳洲国家队的大军名单之内 康洛迪 确实强 对于墨尔本胜利 绝对有方畅 看看他未来的形势 和表演会如何 今个星期 Melody上个星期这么厉害 今个星期你的推荐会如何 希望今次海鸿台上个星期一样 都是给大家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其实今次我会选了 西式尼流浪者一队 拍子光辉 我知道了 你一定会问我 为什么选择他呢 就是首先 西式尼流浪者最近的一个形势是一样的 你会看到 其实上次都输了 比亚德莱德联都1比0都输了 而且近三次的对赛 其实他们基本上的入球 是少于两球的 而且上次阿帕斯光辉 他打多了一个 但内行是0比0 平手的 所以我今次会选入球细 我确实见到最近西流的状态 真的一样的 入球细可能也挺值得留意的 另外今次男人的推荐选择 就是选择另一场比赛 就是说 阿德莱德联对着 麦尼本 洪森 洪森上场波 很厉害了 3比1击败了 就是纽卡素噴射机 但要留意 近段来说 阿德莱德联一点都不弱 前次上次入球能力 继续保持 相当不错表现 上场能够击败西流 其实前次发生相当好 而记得上轮比赛里面 两支球队是3比3 大手交易 今次我会选入球大 而更加觉得这场球 希望两队都打精彩的进攻足球 就最好不过了 那在这个时候 不如我们再说 刚才我们选择些什么 当然了 有Melody的选择推介 西流对着 阿德莱德联的入球势 另外立民推介 阿德莱德联对着 麦尼本洪森的入球大 今个星期 其实直播赛事都不少 星期五的下午4点40分 有布里斯班之后 对着威宁对凤凰 当然了 不少得就是商业娱乐 星期六下午2点30 有阿德莱德联对麦尼本洪森 同一天 下午4点半 有中岸水手对老 交付训射机 记得记得 在球彩台 高清203台 或指定场合投注处 一样看到直播 今个星期五 同星期六 到时我会继续直播 再约大家见面 拜拜